哈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每周360 让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车坛上有发生什么精彩的事情 第一则的新闻就是 财政部长宣布不会延长SSD 虽然讲不会延长 但是有个比较好的消息 就是如果消费者在本月6月30日前订车 并且在明年的3月31日前成功注册的话 就可以享有这个免SSD的优惠 但是要注意啊 是今年2022年的6月30日前订车才算 过了这个期限过后 7月1日开始 各家车企的新车价格都必须是加上销售税过后的价格 第二则新闻 期待已久的Produa MPV车型D27A终于订名了 继续远用凹炸来命名 公布了车辆的规格和价格 并且开放预定 全新的凹炸一共有三种车型 分别是1.5X 1.5H 和1.5AV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规格 全车系标配LED大灯 带有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安全配备方面的话 ASA也是标配 令人惊喜的是顶配板还有360镜头 车内配置有电子手刹车带有Auto Hold的功能 三种驾驶模式分别是Eco、Normal还有Power Mode 空调控制面板也换成了数位化的 动力部分均搭载的是1.5L的自然进气引擎 配上DCVT的变速箱 价格方面的话 1.5X的价格为62,000令吉 1.5H 68,000令吉 1.5AV顶配的话则是75,000令吉 这么丰富的配置只从62,000令吉起 相信Alza在未来会是一款爆款的车型 与此同时Produa Alza的双身车型Toyota Veloz也同样开放预定 虽然说是双身车型 但是Toyota Veloz采用一个更加霸气时尚的一个外形 比如说它的尾灯是采用贯穿式的 它的前脸也采用一个更加霸气的前脸造型 配置方面Toyota Veloz也比较丰富 比如说它有一个支援无线的Apple CarPlayer Android Auto的 触屏主机还有一个Qi的无线充电槽 数位化仪表还有自动空调等等 当然它的车内用料也会来的更Premium一些 那么你们期待这两款车吗?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讨论 第三者新闻就是我们独家捕捉到大改款的Hava H6 在我国进行录册 早前长城汽车就有宣布要进军大马了 只是没有宣布会讲带什么车款进来我国贩售啦 不过我们就非常幸运的捕捉到这个Hava H6的伪装车 在我国进行录册 Hava H6这款车在中国内地是 第二销售的SUV车款轴距是2738mm 车长4653mm 动力部分有1.5T的PHEV和2.0涡轮增压版本 2.0T可以输出208HP 325Nm的动力 1.5T插电混动的话 引擎能输出166HP 285Nm 搭配电机过后能输出239HP 530Nm的最大动力 非常惊人啊 Hava H6的魅式方面就非常的现代化 数位化仪表的触屏主机肯定是少不了的 旋扭式换挡装置 非常酷 安全配备具有LV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等等的 先进式主动安全配备 配置非常有竞争力 最后这款车在我国进行录册 非常有可能在我国贩售 你觉得它的价格到时候会如何? 在评论区留下你精彩的留言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款车 最后一则新闻是 Mercedes-Benz GLC300e Coupe正式登陆我国 GLC300e Coupe是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款 引擎动力采用的是一个2.0的涡轮增压引擎 配上9速自动变速箱 和4MATIC四驱系统 引擎可以输出208HP 350Nm的动力 配上一具13.5千瓦的电池组 电机能够提供额外的120HP和400Nm的动力 综合输出达到316HP 700Nm的动力表现非常高啊 存电行驶的话 最高可以达到43公里 油耗表现可以达到 100公里2.5个油 省油和动力的最佳组合 外观和内饰部分的话 则是和现有的GLC300是保持一样的 最后这款车的价格是 374,000令吉起 当然这个价格是税务减免的价格 没有减免的话就是 398,000令吉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 如果要享受这个税务减免的话 要趁着这最后的三天 快点去订购你们的爱车了 所以冲啊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每周360全部的新闻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当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加分享 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发布 当然也不要忘记去关注我们的 IG、TikTok和小红书 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短视频等着你去探索 所以我是志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